簡訊玩遊戲 遊戲簡單玩 今天要帶來是 輻射高校144樓到147樓的通關視頻啦 首先144樓停電 尖叫女家開啟發電機的關卡 電梯門開啟後右側會有一些胖胖 建議在電梯門的窄口這邊把胖胖解決掉 這樣等一下跳上台燈的時候會簡單一點點 如果對自己的操作有信心的話 也可以不輕快直接跳上台燈 如果失敗個兩三次殭屍太多的話 建議直接出去重來 這樣比較省護夾著耐久 上台燈之後可以不用清殭屍 直接造起無人機 使用無人機將殭屍拉到遠方即可 不過因為我這邊怕會失敗 所以我稍微清了一些殭屍 讓等一下無人機拉殭屍比較方便一點點 這邊拉殭屍千萬不要急 要確定每一隻殭屍都頂在無人機的身上 並且沒有一隻怪仇上在轉圈圈 拉的時候可以用無人機回頭看一下 確定所有怪都跟著無人機走了 你現在是怎樣啦 你不看無人機走是怎樣 牽我打你 死胖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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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所有殭屍被拉走的時候 再跳下去開啟發電機 這樣會比較保險 小黑板旁的發電機 電一個彈藥箱就可以開啟了 這算是所有發電機中最簡單開的一個 之後跳上書櫃 再書櫃末端放上彈藥箱 之後再利用彈藥箱跳到對面的黑板上 在這個位置放出無人機 只要用無人機引怪打法即可 這邊要感謝蘇打大大的建議 無人機飛行的高度大概只需要高出光頭牆半顆頭即可 千萬不要飛太高 不然殭屍會很難拉 最後一個發電機可以調到書櫃的最末端 再找出無人機 當使用無人機拉怪大法 將殭屍引走之後 就可以跳下去開啟發電機了 這關難度不高 不過無人機拉怪需要稍微練習一下 建議大家多吃幾次 我自己的技術也是非常差 失敗了非常多次 最後是壓秒過關 第二次是145囉 特殊橄欖體 這邊只要稍微記得大蟲的AI 攻擊方式會是吐三下毒 之後往前走再吐三下毒 所以引怪方式是先躲過三波毒之後 卡到旁邊的角落等大蟲往前 之後再關上門 將大蟲卡在門口就可以了 那卡在房間裡卡在房間外 其實沒差 我這邊算是卡失敗 我將它卡在房間外 不過也有相對好處 是這樣基本上大蟲不會回到原點 永遠會被卡在門口 這邊因為忘記放大藥箱 所以我重新再放一個 這時候卡大蟲算是卡失敗 必須要重卡一次 卡在房間外的好處就是 要重卡一次 只要開門關門 這樣就成功囉 不過只要大蟲有動作 就會重新再吐三波毒 毒一定要閃好 不然真的會被打得嗷嗷叫 這時候就不會有太多的問題 145樓 不太輕鬆的解決掉了 簡介146樓奮力一戰 這關需先上2樓 將兩側的發電機開啟 兩台發電機都開啟之後 走到1樓的電梯口門口 會再出現5隻殭屍 將5隻殭屍清完之後才算通關 自己的打法是殭屍出來之後 火會引到左邊的書架上 在左邊的書架上慢慢解決掉 大部分的殭屍解決之後 就可以跳下書櫃 回到電梯口門口 將攝影的殭屍拉出來 再慢慢解決 這關時間還蠻充裕的 所以建議大家不要急 慢慢清慢慢打 這樣就可以了 火力足夠的話一定可以通關 好的最後來到我們147樓 這關也算是一個小小的門檻關卡了 如果火力不夠技術不好的話 想要通關也是有一定的難度的 該注意的狀態所需要上的buff 這邊我們就不多說了 直接開始挑戰147樓 首先開場需要在地球儀上放上一個彈藥箱 如果門口有殭屍的話 又先把門口的殭屍處理掉 之後站在彈藥槍上開啟大門即可 開完門後會出現第一波12隻的殭屍 這邊只要站在書架站穩定的清掉就可以了 剩下的殭屍離書架太遠的時候可以跳下書架 在地面上把殭屍清掉之後再快速跳回去 緊接的第二波也是12隻殭屍 這邊還蠻考驗操作跟火力的 快清完的時候一樣要跳下書櫃 把距離較遠的殭屍先給處理掉 記得要流力兩隻怪不要打死 然後在地球上先補好彈藥箱 之後第二波清完就會開啟第三波的13隻殭屍 剩下還是一樣 就是跳上書架慢慢解決 不過殭屍數量重多而且防禦極高 我不知道各位打怎樣 不過我是打到快崩潰啦 好的第三波13隻殭屍清完之後 就可以開啟大門進入電梯走道 大門開啟之後會進入第四波 還是一樣13隻殭屍 這邊也可以跳在書架上 先把電梯走道門口附近的殭屍處理掉 之後進入電梯走道 我這邊選擇是在倒掉書櫃上 把剩餘的殭屍處理掉 也是因為時間快來不及了 我沒辦法慢慢拉殭屍 如果大家時間充滿的話 可以選擇在書架上 這樣是一個比較生甲的打法 這邊十分緊張 打到最後我竟然連甲都爆掉了 而且時間現在只剩下1分10秒 到底有沒有機會通關呢? 還好我身上有件日程用力 這邊先換上 時間不等人 也來到最後的1分鐘 但是不要怕 我們是簡單啦 打不過 大不了就再打一場就好啦 你在卡什麼子彈啦 不要鬧我啦 大大 我被他好玩我 打得到 太快了 二次 是 點 魔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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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雙屁變滋喔 魔寶 魔寶 差3秒 我做得像很猶豫要打哪一隻 E48應該沒辦法 感謝感謝感謝各位 我真的超緊張 好啦 那簡單的實例 這邊大概就止步於E47了 那以初心來講 這件要保鑽石基本上要上150 那如果要保黃金 基本上要3-137以上 不過高效嘛 爬得開心打得好玩就好了 就當作是一個對自己實力的認可 那這次高效整體來說玩得很開心 能爬到147了 我覺得以現在的機器來說已經算不錯了 那也感謝大家支持與收看 我們下一季高效一起再繼續努力 我是簡單人生 那麼我們下次再見 那如果大家還有什麼不熟的樓層 或者是想知道的搭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簡單也會去測試看看的囉